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哈岚首相旅特证实 首批援助乌克兰的18架美式F16战机 渴望在获得出口许可后 移交给基辅 以强化乌克兰的空防力量 旅特是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这项消息 旅特表示 他联系了泽伦斯基 并且告诉他 荷兰政府即将移交F16战机的决定 旅特强调早在今年8月间 他和泽伦斯基对于双方的突破协议 便有了共识 交付乌克兰F16战机 就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也是实现荷兰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承诺 尽管旅特可能基于保密原则 并没有说明确切的交付时间 不过军师观察家认为 荷兰会在这个时间 宣布F16移交给乌克兰的消息 除了有助于乌克兰扫除 因为欧美军援卡关 而陷入军民士气低落的阴霾之外 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乌克兰飞官 在接受驾驶与操作F16战机的训练进度上 至少是稳定逐步向前的 另一种看法则是认为 训练成效超出预期 同时经过综合评见 乌克兰学官的表现 接近于合格飞行员的水准 不过荷兰国防部的说法 则是归功于北约11月 在罗马尼亚成立的 欧洲F16战机飞行员联合训练中心 发挥的效果 就近为东欧及乌克兰飞官提供协助 让原本使用二制战机的国家 在换装成美制或北约制式装备的过程中 可以快速调整操作人员 在使用方式与技术观念上的差异 进一步缩短训练和适应过程 尽管西方阵营的看法普遍偏向乐观 但是乌克兰空军发言人 伊纳特则雨代保留地表示 对于荷兰同意移交F16战机的决定 表示欢迎 但是保守估计 乌克兰最快也要等到明年2月份 才有机会接收到这批F16战机 毕竟在移交的过程中 还有许多细节工作需要密切配合 让软硬体资源得以不缝衔接 尤其现在传出 俄罗斯最后一批四代半战机苏35S 以及第五代战机苏57 已经全数交付军方兼收 未来乌克兰战场空域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还是一个未知数 就在泽林斯基公开声明 乌克兰部队连续击落三架 俄军战机的两天之后 乌克兰空军再度宣称 又打下俄军两架苏34战机 短短一个星期之内 俄军总共折损五架战机 创下自开战以来 单周损失最严重的记录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打下俄军苏34战机的部队 应该是编装爱国者防空飞碳系统的单位 也是乌克兰空战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不过俄国方面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就连俄罗斯军事专家也说 这项消息没有任何可供佐证的照片或影像资料 不排除是乌军操作心理战的手法 而且从美欧公布的讯息显示 乌克兰目前只有美国 德国以及荷兰提供的五套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 除了数量有限 还都部署在基辅周边 除非乌克兰为了强化奥德萨的空房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爱国者系统转移到当地 虽然不无可能 但是就常理而言 要冒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发布消息表示 俄军已经占领了 位在顿内刺客西南方 距离大约20公里的马林卡镇 报导指出 俄军经过激烈的战斗 突破乌克兰坚固的防御攻势 终于完全控制住这座城镇 从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 可以看到 面积2.3公里的马林卡 在战火中几乎变成一座废墟 残破的建筑 根本看不出来它的原貌 道路两旁 布满了被摧毁的军事装备 及装甲运兵车 在夺下控制权之后 俄军官兵还从装甲车的残骸中 找到大批击步枪弹 为了确认乌克兰的残余部队 已经撤出城区 俄军还操作无人机 在马林卡上空侦查 并且发射迫击爆 打扫可疑战场 对于俄罗斯声称的胜利 乌克兰军方则是提出反驳 抨击俄军根本在释放假消息 乌克兰部队还在行政区内 继续为保护这座城市而战 由于双方各指一词 让马林卡的真实情况 变得扑朔迷离 就连西方的情报部门 都无法证实俄乌的说法 究竟谁对谁错 不过也有军事专家 在参考卫星影像后研判 俄军很可能控制了 马林卡大部分区域 因为卫星影像显示 在马林卡的西侧 还有交战迹象 不排除是乌克兰的防守部队 仍然在防御攻势的掩护下 继续抵抗俄军的攻势 专家表示 如果俄军真的完全占领 马林卡的话 将会是俄罗斯自五月以来 地面战中所得到的 最大一次胜利 尤其在秋末初冬之际 俄军一改之前 被动防守的态势 转为积极在乌东进攻 由北向南 分别在巴赫姆特西面 发动三条战线的攻势 另外则是持续将近三个月的 阿夫迪夫卡围城战 以及两天前才传出的 马林卡争夺战 这也显示出 即便乌克兰在夏季 展开大反攻行动中 俄军依旧没有放弃 这几处战场的经营 尤其是阿夫迪夫卡围城战 现在又揭露更多 不为人知的细节 消息指出 早在瓦格纳佣兵集团 强攻巴赫姆特之前 俄军早已经在阿夫迪夫卡 部署了到C型包围圈 只不过当时是采取 战略包围的计划 各作战单位 并没有真正对阿夫迪夫卡 发动大规模进攻 而是在城镇外围 从事小规模袭绕 即便在正式占领 巴赫姆特之后 原本部署在阿夫迪夫卡的俄军 依旧不动声色地 等了将近五个月 才因为以哈冲突危机 转移了国际社会的 关注焦点 让俄军找到 执行围城战术的机会 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和乌克兰部队 在这座城镇 展开一场血腥的绞杀战 俄军先从阿夫迪夫卡的 西北侧及西南侧发动前行攻势 借此切断乌军的横向联系 以及后勤补给线 尤其是在西北侧的战场上 先孤立防线上的乌克兰部队 在各个急迫关键据点 西南侧的俄军部队 则是大力钳制乌军的支援行动 同样以猛烈的攻势 让这里的部队 无法抽出后备兵力 支援西北方的友军 就在乌军首尾都难以动弹的情况下 另一支从东南方向 推进的俄军部队 会同西北及西南的友军 开始压缩乌克兰的防线 迫使守军放弃外围的防区 只能转进到城内 试图修逐防御攻势 以便与俄军抗衡 然而最新的战况是 乌克兰军方高层已经决定 集结了八个旅籍部队的 四十多个营 准备掩护城内剩余的 六千名守军脱离战场 尽可能保障这支残部的 大部分有声战力 降低部队在三路俄军的夹击下 遭到全奸的可能 进而重创乌冬其他部队的 军心士气 避免官兵出现厌战情绪 影响战事发展 只是这项任务的难度极高 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对乌克兰军方来说 将会是一次非常艰巨的挑战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